偏鄉地區長輩較多 年輕人大多外出工作不在家 考量到偏鄉物資較缺乏 為了關懷偏鄉地區的長者們 300B2區聯興失職會 就送了一批長者用的行動輔具 和愛心傘等物資 到萬里區公所要提供給 萬里區各里長者可以使用 今天很高興來到萬里 這邊做愛心傘 還有我們四角的補助區給一些老年人 再出去方便這樣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會去 比較偏鄉低收入戶 送個紅包給這些低收入戶 還有這些老年人 感謝我們那個300B2聯興 失職會今天送愛到萬里這樣 萬里基本上資源比較缺乏 那比較就是鄉下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是第一次有這麼大的就是 有人送愛心傘 還有一個那個輔具到我們萬里區這邊來 那本次據我了解 應該是我們每一個裏有需要使用的 民眾都可以到各裏去取用 可重複使用的行動輔具 將提供給各裏辦公室 讓有需要的長輩可以使用 確保長輩行動更便利 緊接著聯興失職會繼續前往了 野柳的六戶獨居長者的家中 一戶戶拜訪並送上一箱生活物資以及紅包 以行動實際關懷偏鄉的獨居長者 這次非常感謝我們300B2區的所有的師兄師姐們 來到我們萬里 那相對的我們萬里算是新北市比較偏鄉的地方 所以物資相對的比較缺少 那在這邊的話真的非常感謝 可以讓所有的社會大眾都能看見萬里 在這邊的話 我代表我們萬里的弱勢團體跟你們說聲感謝 謝謝你們的支持 偏鄉地區資源較缺乏 聯興失職會送愛到偏鄉 就是希望提供偏鄉長者們更多的職員 也希望能減輕一點弱勢家庭的生活負擔 並且讓民眾感受到社會滿滿的溫暖 記者李嘉文萬里採訪報導